图计是这样一个调音图 目的非常清楚 现在我们就要图计多次 一次是14号的15号的16号三天的 所以说我们先图计一天的 那么后面呢 另外两天呢 只用把X往右偏移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我们建一个py文件 图计43 那么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我们plt.bar 对不对 然后或者X就是认解 num A 对不对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先画14号的 b-14 然后呢plt.show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直播这里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个X呢 需要往右移动一些距离 对不对 那X往右移动多少距离合适呢 怎么移动呢 我们比如说在这个调音这里上 给它设一个wise 比如说等于0.3 那这是0.3之后呢 或者这是0.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样 或者15号的时候 把数据X往右移动0.2啊 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再来写个X 等于List range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那比如说这是X14 那么X15呢 应该对于什么呀 I加什么呀 0.2 4 i in X-14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呀 那X16呢 I加上 0.2 0.2 乘以2 4 i in X-多少啊 14 是不是在移动往右移动两个呀 两个宽度呀 那这里呢画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这样 plt.bar 然后呢 这个是X-15 然后呢 B-15 对不对 然后YS 等于0.2 那plt再bar一下 对不对 X-16 那么B-16 然后呢 idth 对0.2 对不对 那当然大家看到我们这里反够用到0.2 多次 所以我们可以把0.2拿出来做一个变量 对不对 那比如说呢 我们设一个变量叫 barwise 等于0.2 然后要用到0.2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它这个变量来就可以了 到时候呢 我们要修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太细了 我们只用调整一下 这一个地方0.2 就可以所有地方都可以改了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试试一下什么呀 图像大小 设置图形大小 就是plt.figure figure size 然后呢 28 然后呢 dpi 等于80 这是画图画多次对不对 然后呢 再收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python page 43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就挥出来了呀 看到吗 现在只是有些问题 这个x重量我们还得和这个图形做些对应对不对 那是什么和什么对应呢 什么和什么对应 是不是要把数字对应到字符串上去啊 那数字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呢 数字应该是什么呀 是不是 这个黄色正中间这个地方应该有数 这个黄色正中间 这个黄色正中间 这个黄色正中间应该有数啊 是不是三个地方应该有数啊 是不是 那这三个地方 该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是要设置x的刻度 那就是plg.xtx 对不对 应该把什么和什么对应 是不是x-15呀 为什么是x-15呢 因为它的正中间是黄色的那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和a做一个对应 是不是就好了呀 就对应到这个电影名字上面去了 对不对 我再来跑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是不是在中间来的 大家看见没 只不过现在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让它中文显示出来 对不对 中文显示出来也是一样的 拿一下这样的代码 试试一下这个字体 然后呢 在这里显示一下 font property 等于myfont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图形 对不对 这是在 这个电影 在十 十四十五十六 这是十四十五十六 十四十五十六 三天 它的这样一个形状是什么样子 三天这个数量变化是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星球学习3呢 这部电影呢 应该是在14号 或者15号的时候呢 刚上映 所以它的这个增长的比较快 特别是在15号的时候 这样比较快 然后呢整体 这个电影呢 也是比较高的 敦库尔克呢 和战狼2的这一天的话呢 应该是属于这样一个尾声的 对不对 已经没有多少人看了 是吧 那么 蜘蛛侠已经归来了 应该是 相应到刚好有那么几天了 然后这几天飘航了 也是比较惨淡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呀 别人在看这个图形的时候 他其实并不清楚 每一个颜色 到底是哪个图形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添加图例啊 添加图例 这个地方 就是neighbor对不对 iber等于 这地方是什么呀 是不是 这是14号对不对 14日 9月 那么把这个neighbor复制过去 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 那这是15日对不对 这地方是16日 然后呢我们想要用它显示图例 设置图例 设置图例 怎么做呢 就plt.legend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怎么做呢 plp等于什么呀 my phone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这样我们还可以设置它的位置 不设置它也是可以自动帮我们找个位置 对不对 一般不设置的话呢 自动帮我们找个合适的 直接在右上角这个地方 所以通过车呢 你能看出来 比如说蓝色的表示14号 黄色的表示15号 绿色的表示16号 那当然我们觉得这个颜色不好看 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去选一些颜色的 对不对 自己可以选一些颜色 那这是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时候呢 我们相当已经把这个图给画完了 那在这个图里面 大家只需要注意 当我们要汇着多个条件图 到一个图形上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x呢 往右移动一点 不然的话呢 他们图形就会有重叠 对不对 他们图形就会有重叠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的把这个 x 在这些基础上 往右移 移多少呢 就移刚好它一个wise的距离 对不对 但大家也需要知道 这个wise呢 你不能让它大于0.3了 或大于0.4了 为什么呢 比如说它0.4的时候合适吗 是不是 13号的 14号的图形会和15号的图形 出现到一起啊 这个地方大家能理解吗 为什么刚刚选择0.3和0.2 大家看到 是不是就会往右 跟右边这个15号 16号的图形处理到一起啊 是不是就比较扯啊 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这个 barwise设置太粗了 比如说我们再给它 设置小一些 这是0.1 这样呢 肯定不会出别的 因为0.1乘以3 才是0.3 对不对 就这样的效果 那这样呢 显得太稀疏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设置这里 而刚刚的0.2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好一个图形呢 那都需要慢慢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只需要知道 要调整什么 然后对人去找 对去设置就可以了 这个图形的绘制还有问题吗 重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把x转弯往右移 就跟我们刚刚绘制这个三点图一样的 在绘制这个三点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图形往右移了呀 对不对 图形往右移就是x3x10这一块 相当于把直接把x往右移了 不然的话呢 它两个地方点也会出现到一起的 为了让它分开 我们把x强行的 或者到51到81这个范围 在x3呢 或者到1到31这个范围 所以它们中间呢 就不会发生这种处理的现象 那么在我们调整图里面呢 除了这个地方要1之外呢 还要注意它的barwise是什么 要是要比一个乘以3之后 要比1小的这样一个数 就0.33要小的一个数才是合适的 否则的话呢 它们图形就连到一起 非常不好看 在这个地方 绘制调整图 或者调整图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也在这里讲过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关于调整图 更多应用场景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频数的统计 频数的统计 这个关于频率的统计呢 不应该放在这里 就是这个频数的统计 那么关于频率的统计呢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做的 但做之前需要干什么呢 所有的频率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比如说 在当前这个电影这一块 就比如说 在当前这个电影这一块 比如说9月14号这一天 你的星球崛起 它的频率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要拿着 它的票房数量 除以9月14号 所有的票房数量 就是它加上它 加上它出的结果 用来被星球崛起 这个数量处 处到之后的结果 是不是一个频率 频率了呀 那这个地方也是可以 这个地方也是频率 所以这三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把它算出来 你算出来之后呢 这个图形呢 可能和这个统计很像 但是呢 它不再是展示一个统计的数量 而是展示的是一个 所占的一个频率 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呢 关于频率的统计 非常好理解 这个地方 大家还有问题吗 这是关于如何 就会是这样一个调形图 那或者调形图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不过 用了这样一个半的方法 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其他和他 其他和之间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地方 稍微一些区别之外了 其他的东西内容 我们之前学习的 比如说 scatter或者plot的方法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除了之外呢 还有一个bar h这个方法 那绘制横正调形图 对不对 这是关于调形图的绘制 这是关于调形图的绘制